新北市政府为了让劳动权益的观念更加的向下落实杂根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就预计明年度把原本仅仅对高职毕业生所办理的劳动权益课程 扩大到辖区内所有的高中职并且提早对高一学生来全面实施 劳工局长谢正达表示去年推行高职应届毕业生劳动权益课程 总计有430班17200位应届毕业生参与课程 绝多学生还期待学习单与家长分享学习的成果成效相当不错 今年在高职劳动权益课程我们是在高职的三年级来推 经过了推行这一次的经验以后 我们开一个检讨会与会的这些老师们是反映说 希望能够把它放在高一的部分来上 这样对学生的一个参与度以及他的学习认识可能会有帮忙 另外就是今年我们也打算把它推动到高中 让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也能够来参与 在今天的说明会现场也邀请到课程教材编辑委员分享去年推行 课程从编制教材到实际录班授课的经验交流 部分学生也提出执行面临的问题 其他学校更是及时广义提出其他可行的方案来解决 那去年让了一年之后觉得还不错的是说 我们都觉得到高直端会不会被同学排斥啊 大家会不喜欢上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课程真的还设计的蛮有趣的 所以小孩子都可以从案例中学习 而且老师会有一本这个教师手册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编辑委员都是老师 所以我们完全都有想到老师的学样 就是我们会有教师手册 我们会有PPT 劳动教育课程这样的一个课程 希望有对于他们将来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以及对劳动教育劳动法令的一个了解 能够在他在高一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 有助于他们将来对于职业的选择 对于劳动法令的了解 做一些一番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建立 先生拿表示 为劳工局将在12月陆续办理市场总指失职培训营 将调派辖内高中职学校试任老师来调训 并于明年2月开始陆续入班选导 从原定课程进行融入 预计将有4万名学生受惠 期许青年学子无论未来继续升学或者是直接就业 都能具备基本的劳动意识与求职防骗的技巧 吉尔峰强市府上报道